那我俩去聊天 去海边吹吹风吧 小咪 开心吗 不开心啊 这儿挺好 好让人心疼啊 嗯 我很喜欢听这种浪啊 是的 你去海边晚上真的很舒服 一片一片的打过来 是的 唉 你们应该玩得很开心吧 我确实这两天很开心 嗯 来了 哈喽 哈喽 你有空吗 过来一下 我给你说个事情 去吧 我一会儿去找你一点 这个 嗯 没事你们一会儿可以继续聊 去吧 你好好说清楚吧沐晨 咋了 我 我准备 去找雨芬聊一聊 什么 哇我的心跳都被人家快了 什么 我准备去找雨芬聊一聊 找雨芬聊一聊 因为我觉得 嗯 嗯 嗯 反正 现在事情得 稍微 跟她说一下 那你去呗 嗯 嗯 我去啊 嗯 聊什么先说 对你要聊什么呢 哎呀 他以为他get到了 他其实不是get到那个 哎呀 他有一点点的意思 但完全不够清楚 哎呀 OK 呜呜呜 其实你现在确定你的心意吗 我清楚的知道 我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什么 那你最近了解的感觉怎么样 就咋说呢 就感觉可能 因为可能感觉他也不是那么的主动吧 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主动 就包括就是说 可能有的时候跟他说话吧 他可能也 可能热情也不是很高吧 嗯 嗯 嗯 然后可能他感觉还是有点纠结 小蜜已经在极力控制情绪了 你是能够接受这种纠结 还是觉得你纠结我就 我不是很接受 因为其实我更加倾向就是 可以被一直坚定的选择的那个人 哎我的天 真的伤到他了 我觉得可能 有的人他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 也会这样的 不是用猜测 那比如说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你坚定的选择 这是你能接受的 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还是没有被坚定的选择 这才是觉得有问题 哇 心疼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吃醋吗 不是吃醋就是会 会流心 我也是 就是可以他对每个人都很好 但是不至于好到时候 关心什么什么细节的问题 对 对 嗯 你就比如说像刚刚那个media 给那个云帆刀的时候 他突然来一句说 不要给他刀太多 你心里会咯噔一下 就怎么着肯定不舒服吧 肯定了 所以我会一直在想 我就觉得说 你现在到底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遵从自己的内心最重要 我是没有内心 哎呦 这句话重了 我是没有内心 哭了哭了 跪屈 哎呀 哎呦 好心疼 没事 想哭就哭 工作都不会哭的 哎 哎 我们吃烧烤吗 嗯 吃烧烤吗 走呗 走 是可以吃的吧 我们先吃违禁是吧 嗯 哈哈 也不是不行 我们直接开始烤吗 还是 等一下他们吧 还是 行 哎呀 哇 他们在游泳啊 是的 对我有点怪哦 嗯嗯 有点怪了 啊 弟弟 看中看 你没想过学一学吗 没有 想过 没有时间学 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 而是我感觉弟弟的性格 其实 就是他 他也会相对像 向内趣消怀这些东西 是的 没有那么外向 对 他是忧郁男孩 我们 找点东西吃吧 有炭精吗 有炭精吗 他快要灭了 小心啊 你这个小心说给我听的 你给我闭嘴吧 你真的很烦 我们都听到了 听到了 我们会小心的 真的很烦 小慧你转达吗 小慧你转达吗 转接认见 转接 他可能心里装了事儿吧 对 他现在有点坐立难安的感觉 牧尘是咋回事儿 感觉有一点闷闷不乐的样子 尽可解释 我 我 我帮他 大胆猜测一下 嗯 我觉得他想跟宇帆说清楚 他一定也是知道说前面 宇帆是有委屈或者 说清楚干嘛要这样拧帮拧帮 也许我猜测他可能在 估摸着找着一个契机 就是过去可能 去跟他说 因为他知道宇帆喜欢他嘛 所以他就变得有点不自然 就是他觉得前面已经 包括他们度过的时间 确实跟宇帆 要不然宇帆不会有这么强的 这个感受 接受到信号说 我们两个可能怎么样 所以他现在心里有一种说 还是有点愧疚呢 对 而且他也 怎么开口 怎么去表达 但我觉得说他 假如说选了小咪 你现在不应该对小咪 就算你想解释 你对小咪也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当然 那是 我们可以敞开聊嘛 就是 其实我 我跟你说 我对他其实是怎么样的看法 然后 就是我觉得还是得 得更明确一点 要不然 要不然让两个女生 都不舒服 真的 对 到这儿吧 不要 啊 沐沈在这 快过来 来点儿吧 吃点儿吧 饿了 哇 直接吃吧 我给大家说一下 toast 我觉得 这个机会 一个非常 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 希望大家 这个三天之内 可以好好利用 这个时间 天天开心 拍很多照片 然后希望也 见到你们 小午结束以后 还是继续 跟你们这样聚餐 还得是蜜蝶来说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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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杯子 哦 哦 单独的碰杯 水 我要水 哎呦 阿斯卡 真的很会照顾人 对 乐园每次 有任何要求 他都是立刻 嗯 是啊 哎 后相之间的小暗号 干嘛 呜 哎 干嘛 就是当那种 不用言语 脑电波 对对 我们俩 一般不说话 我们俩 通某一在他面前 就像个小朋友 又要出汗了 已经出汗了 对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敲 螃蟹 这个好可爱 还有什么都可以 哇哦 亲压开始主动了 谢谢 谢谢 上次敲完门之后 现在开始夹菜 对 好开心 正向的回馈 嗯 这种好多啊 哎呦 哇 这样一个 来一个 尝一下 尝一下 看要怎么样 看起来不错 哦那定行怎么办啊 他下海鲜 他下海鲜过面 只有我一个人受伤的世界幸福 我想挑战一下皮皮虾 我不建议你挑战 我可以浮渡到的 哎呀 那正在吃吗 我在感受皮皮虾的威力 硬吃海鲜啊 啊真的假的 有点吗 一点点 这不好吧 没问题 你总担心 要茶吗 吃茶 闻 要要要 你们有抽到吗 没有 你给你 嗯 OK 谢谢 谢谢米迪 谢谢 米迪 吃点 喝点 好谢谢 这是甜甜的茶哦 有点烈 有点烈 你慢一点喝 你给他少倒一点吗 给谁少倒一点 啊 发生了什么 沐晨跟米迪说给他少倒一点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沐晨要注意到给宇凡少倒一点 你等他少倒一点 你等他少倒一点 我 我 这个眼神 哎呀 这句话惹大货了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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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 可以 还有吗 我不要 走吧 好热 啊 小米走了 小米真的不舒服了 这句话绝对是 over 他应该先道歉 oh no 为什么呢 不理解了 不明白 小米走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怎么行啊 这怎么办 给他少倒点 这句话 有两个点 就是让我觉得比较难接受 少倒点 我觉得是在维护这个女孩嘛 第一个就是他对她有特别的关注 嗯 对 不然他怎么会注意到呢 第二个我觉得维护就是他在保护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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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方位的这个 全方位的这个 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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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能感受到一点是 我觉得 因为前面宇帆也说过 沐晨是一个喜欢大家都很周到 嗯 那其实反而这个周到的时候 你越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才会适得其反 有一种可能就是赵沐晨觉得他跟小咪之间是彼此比较信任了 嗯 就是我在公开的情况下我去照顾他 相对来说你可能会知道我有什么原因 嗯 所以我觉得在公开的情况下我说那我肯定不可能有其他的那种私心吗 欸 你说的这个很对 因为 因为其实我先生也是这么顾大家周全的人 所以他如果在公共场合就是保护其他女生 其实我不会介意 但是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嗯 就是他他不解释 他觉得说你能懂我 但是这不应该 你不应该觉得别人就能理解你 你不能觉得所有事情都在你的掌控范围内 你不用向任何人交代 因为他平时可能有些事情上他很自信 但我觉得这个是 你不能你这样会给别人没有安全感 对 他就是太想要周到 然后他的分寸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他可能是处事方式上有一些尺度上的不合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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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